张恒与郑爽的抚养权官司总算是告了一段落 而郑爽张恒的庭审文件也是正式公开了 但没想到的是 大家之前觉得郑爽肯定会想尽百分之百的力量 争取孩子的抚养权 没想到却被庭审法官打脸了 在判决书中除了指出两人代孕的主因 是郑爽此前表示心脏不好 不想生孩子外 郑爽的确是有弃养的主观动机 郑爽没有向法院证明 他有强烈抚养孩子的 或者成为孩子母亲的愿望 以及稳定的条件 法官称对郑爽很失望 郑爽知道孩子的出生 但在他和张恒2020-2021年的微信交流中 郑爽没有一次提及孩子相关的东西 完全对孩子不好奇 聊的都是过去的感情纠纷 以及中国那起经济案件打脸拨 法院原告是郑爽 法院文件显示他要求是共同抚养权 而男方要求女方放弃抚养权 要女方弃养 所以从结果上看 这实际上和共同抚养区别不大 女方是有探视权 但探视权是最基本的权利 除非有严重暴力倾向的人 法院才会禁止探视的命令 律师说了 这个结果在美国对郑爽来说 已经是最差的判决 其实不是所有的事决定后 就可以中途反悔的 法官判罚时 态度一定会朝着母亲这个角色倾斜 而法官的如此探觉 就说明法官都不相信 郑爽可以担任好这个母亲的身份 别的不论 但从伦理道德上来说 郑爽是可耻的 决定生却不愿养 孩子不是玩具 不是宠物 生命是需要被尊重的